我们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地在我们今天现场访问一个贵宾 这位贵宾呢 黄亚生教授 他出生于中国大陆 而且在中国大陆一直受教育到大学 但没有念完后来就去了哈佛大学 拿到了PhD 他的学术成就相当的出色 他在MIT的Sloan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学院里头担任教授 同时他现在是基辛吉生前所成立的 Wildrow Wilson Center的访问学者 过去他也是非常多的重要的国际组织 包括World Bank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等机构的重大的顾问 那我们今天访问他 因为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在西方引起广泛各方的推崇 The Rising Fall of the East 那也就是谈到整个东方的崛起还有远落 我们现场访问黄先生教授 黄先生您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荣幸 谢谢主持人 那你客气 The Rising Fall of the East 这句话对全世界的历史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念 其实在明朝的时候 整个东方是Rised And then Fall 完全是西方的一个崛起 那大概在美国去工业化 50年里头 就是慢慢地从日本开始 亚洲四小龙 直到中国 就变成 The Another Rise of the East 那我很记得在1980年代的时候 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学 叫Pacific Rift 我想您一定记得 Charlotte Johnson他们所主持的 可是后来还看日本垮了 他就没有那么多研究亚洲 他再开始研究亚洲 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贸易战争也因为中国的崛起 再度地形成 事实上在1980年就跟日本打了一次贸易战 跟科技战 那我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 您对中国很了解 不像我们对中国都是隔着西方的媒体 或者隔着一个层面纱去看问题 那你自己本身 说你做你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当时文革受害 可是你的祖父呢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57个成员中的一个 57之一 有了你祖父在57之一 才有了中国共产党 我那年的 那个时候的左派思想跟你后来 我想你一定的失望 我现在想请教您的是 一般在这一次中国出现 重大的房地产危机 跟财政危机之前 太多的人都说 中国崛起 而且总有一天会超越美国 The Now其实从2018年的恒大危机 2023年再波及到碧桂园 那碧桂园本身跟恒大很不一样 它不是在海外投资 它是跟着中国的政策的 城镇化去做投资 所以它就代表整个中国 在进入2008年的 后经济形态里头 整体设计的内需经济的 一个大失败 我可以这样讲 那现在的情况里头 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 习近平有能力解决中国40年来 最大的这场危机吗 而且习近平本身 他的政府似乎能力又很弱 因为他只想政治控制 当然这是我们的见解 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从中国的 现在面临的经济挑战来讲 确实是 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非常对的 他不是说是 一时一会儿形成的 这确实是过去中国一个发展战略 造成的一个恶果 像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在中国的和美国的学术界 很多年我们都有讨论 另外很多学者都提出建议 不能够按这种中国模式 就是重基建 不中民生的这种发展方式 继续发展下去了 这种基建就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对 基础建设 然后这种高度的城市化 用掠夺的方式来 从农民那儿征求土地 是吧 然后对农村的这个农村教育 农村的医疗投资不够 就这种模式的缺点 实际上是一直是有讨论的 一直在至少在有些学者 有些学术论坛中 我们都是对这个问题 都是很早就提出了 这方面的警告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过去20年甚至是30年 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 没有足够的重视 一直是沿着这种道路走下去 走到今天 已经走到这条道路的最终端 已经再也走不下去了 因为从负债的角度 是吧 另外从国际的这种发展的 这种形式 这种模式是肯定是走到尽头了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我觉得从观念上 中国政府应该接受 肯定你过去犯的错误的话 肯定会有一个成本 那你应该去接受这个成本 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 可能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样高的 GDP的增长速度 但是没有那么高的 您觉得它设定5%还太高吗 我觉得就首先中国政府公布 去年是增长5.2% 这是广泛受到质疑的 这个我想主持人都很了解 因为你从其他的指标上来看的话 这么高的失业率 投资的 私人投资的这个态势是在减弱 大量的资本流出中国 外资开始第一次有净流出 而不是净流入 然后从外贸角度上来讲的话 中国的出口在美国 在西方也受到一些的阻碍什么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在很多的经济指标表现 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总体指标 你哪来的5.2 对对 就是有一个现在一个独立的智库 测算的话 他们是说大概是1.5左右 只有1.5 只有1.5左右 对于一个开发中的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观众 我帮他解释一下 不太知道说像这种开发中的国家 中国还算是 虽然还是世界第二大集体 1.5是非常糟糕的数字 美国的3.3 美国是很成熟的 以开发国家 它的3.3是漂亮的 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这个相对 美国的3.3 对 跟中国实际上可能1.5到2 好了 2% 我给他一个2%的一个range 好了 对对对 您觉得中国现在是 陷入非常大的危机吗 对 就是说中国作为人均收入的话 只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而美国的经济能够有3.3%的这种增长 是吧 而且它面临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国内政治问题 选举等等的两党的这种分裂 是吧 然后你要看它其他方面的表现 是吧 从这个大数据 从这人工智能 是吧 科技的这种创新 股票市场 是吧 从它的整体的这种经济表现 美国的经济表现 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 是吧 美国当然有它其他的问题 但是所以中国实际上 我觉得中国 它在某些方面 它的发展条件 实际上是要优越于 日本在90年代的发展条件 因为日本90年代也发展到 面临它当时的发展的瓶颈 是吧 它也有房地产的过剩 也有这种高负债率 也有这种 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对 人口的问题 老化 人口的老化 中国也面临那些问题 但是中国跟当时的日本 的优势在于 日本当时是没有创业的 几乎是没有创业 日本整个的这个经济 是被大企业控制住的 是吧 而且它的大企业 是非常官僚化的 没有什么创新的 所以您觉得当时 美国一打压日本 然后之后日本所出现的 房地产的泡沫化 本土性的金融风暴 然后日本停滞 消失了30年状况 未必会在中国复制 不 这个是取决于中国会怎么做 所以我就 我的信念是 经济政策 经济改革 是决定中国的前途 而不仅仅是你基本的经济要素 很多的经济学家讲 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5% 而当时日本达到它的顶峰的时候 是相当于美国的75% 所以中国自然而然就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但你要这么去说的话 毛泽东的时代 那离美国更远 是吧 那当时没有任何的经济 所以它取决于 您刚刚讲到重点 它取决于中国将做什么 对 如果它做错了事 它就从此垮了 对 它如果做对的事情 它就真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它走上了 你说中国其实有很多 创新跟创业的动能 对 远比日本的那个官僚化好太多 对 就是说它完全没有必要去重复 日本的丢失的30年的这一个先例 是吧 中国有创业 有一定的创新 然后另外中国的这个 不像日本 中国的大学研究跟企业的这种联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是 中国还有一个强大的这种创投行业 从金融支持 对创业的支持 中国是在这方面 要远远比日本 要做得更加接近美国 是吧 虽然没有接近 没有到美国的这种程度 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 中国的这种经济和商业的 这种基本要素上来讲的话 中国是根本不应该 是1.5%的经济表现 是吧 它可能不会恢复到8% 9% 但7% 6% 不应该有任何大的问题 那你觉得错在哪里 是习近平放手 错在哪里呢 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过去这种中国的模式 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模式 因为它过分地强调了国家的作用 没有去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作用 它过分地投资城市 而忽视了农村 它过度地投资基础设施 机场 高速公路 高铁 而没有去加强中国社会的 社会方面的保障 卫生方面的保障和教育 我觉得这是它过去的 模式犯的错误 所以就是它的模式里头 第一个state在前面的主导是正确的 它没有想象说 当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 这个state的主导 手就要放开来 第二个就是说 它没有注意到说 当你没有把社会保险做好 你经济外在环境一直不好 它的民间储蓄率就会非常高 就不会有消费 那你出口又不好 全球经济不好 你民间消费又很差 那你没有把这个做好 那你国家的很多投资 都放在基础建设 却不是放在科学研究方面的support 或是给予企业本身 像台湾当时扶持高科技 台湾的做法是给予很多企业 各种不同的免税 给他们研发方面的鼓励 我觉得中国这方面都做得不够多 所以我问你一个外界 其实因为有一个强烈的意见 觉得这一切都是习近平的错 您会同意吗 我不同意这个 就是习近平是雪上加霜 这么去说 但是那个霜已经存在了 就是说习近平的执政期间 他刚刚开始还是要去修正这些错误 但他主要是在政策上 比较表面上去修正 比如说他房地产 他认为过热 所以要控制房地产 但其实房地产的话 这是一个表面上的现象 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土地的所有制的问题 土地所有制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是公有的所有制 所以当你进行土地的开发的时候 最大的获利者 不是出让土地的农民 而是政府和开发商 所以中国这么大的 这个城市发展 这种规模 建了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但是农民在这个经济转型中 获利是非常少的 甚至可以说他没有什么获利 政府掌握了他的这种获利的一大半 开发商掌握了其中的很大的一部分 是吧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那你中国这么大的人口 没有获得很强的这种收入 这种财产我们叫财产收入 你卖地的话就会有财产收入 中国的土地不像台湾的土地 它是公有制 在台湾的土地 如果你出让土地的话 你这个出让的这种费用的话 它会转移给 我们台湾有一个名字叫产阳 就是台湾的科技人去爬起来 高级人去爬起来 土地突然很值钱了 所以本来很穷的 农民就突然变成 开启了冰 Mercedes-benz 所以我们称为叫产阳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让农民本身 他可以透过他的土地的出让 取得一定的财富 等中国其他的经济爬起来的时候 至少这些农民 可以变成股票投资者 可以变成其他的消费者 但你让他们那么穷 结果只有开发商有钱 结果只有政府有钱 所以根本不会形成一个 林毅夫讲的两条腿和 另外一条腿的消费市场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 就是说他没有形成一个 真正意义的有财产的中产阶级 所以他该怎么办 他该把土地所有制的这个公有 他就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个笑话 承认自己的什么特色社会主义 是个笑话 把土地的所有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 是这样吗 对 就是说我们一直提倡的 就是土地制度一定要改革 是不是完全实行私有制度的话 这个我们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 可以between 或者可以between 像co-op一样 就是说即使是不是公有制的话 你土地农民现在 他是在这个土地上耕耘 他是在土地上居住 他跟着土地这种关系 应该用合同形式去给他确定 而这个合同的话 应该是受法律保护的 他应该是神圣的 是吧 但是在中国的这种 集权的开发的模式底下 农民如果你不搬迁的话 他可以派警察 他可以派这个政府的这种 有的时候甚至是打手 黑社会的这种 他把你驱逐出去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美国有一个制度 叫做co-op就是说一大群的人 他们并不需要拥有这个土地 他们大家互相持有这种方式 中国是可以考量 那房地产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从土地的 所有制度去解决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个房地产的危机 如果没有度过 他就会变成财政危机 然后变成财政危机之后 就变成金融体系性的危机 那最坏中国会到什么状况 就是他的体系危机 会最坏到什么状况 然后变成本土 因为中国的本土风暴 不只是中国 因为它是一个太大的经济体 what will happen 就是the worst situation 是什么 当然就是最坏的场景的话 是产生金融危机了 但是金融危机的话 比如说在97年发生了 泰国的金融危机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和南韩的金融危机 当时那些国家跟中国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他们的储蓄率 当时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要去发展他的房地产 发展他的企业的扩张 他需要外债 那外债的话 外国的债权人的话 如果你经济发生问题的话 他就会撤资 是吧 那就触发了金融危机 一般来讲金融危机的 最先的一个表现 是你货币的危机 你货币贬值 是吧 然后你货币贬值以后 你国内就会退付等等 这些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中国会发生这种 系统性的外债的危机 因为总的来讲 中国的外债的规模 因为中国的储蓄率 是很高的 大部分的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开发的项目 都是由内债来去支持的 是他的内债 然后他的国债 也还只占他 GDP不到100% 那是国债 但是整体的债务 都是非常高的 开发商的债务 整体的话可以高到多少 因为我们看到几个 不同的数字 整体这有 因为现在中国最难估计的是 地方政府的所办的 这种投资公司 是吧 就是他们的那个债 你应该是放在政府里面呢 还是放在这个企业里面 是吧 那个债是非常大的一个债 所以中国最大的危险 是地方政府的财政 那种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 负债率高到一种 你经济没法支持的程度的话 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刚才我说的 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 那是因为你的外债太高 外债太高 中国我觉得倒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日本的 你看日本当时在80年代 90年代也是负债率非常高 但是日本没有什么外债 它是内债 它是内债 那么如果都是内债的话呢 就会发现什么 就会发生经济停滞 就说你总是要付这个成本的 或者是通过这种债务危机 或者通过这种货币危机的方式 去付这个成本 像拉丁美洲啊 东南亚都是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你这种 GDP的减速 是吧 GDP的这种发展停滞 来去消化这个成本 你这是逃不掉的 这是逃不掉的 就是你美化数字也逃不掉 所以整体来说 你自己估计啊 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第一个中国在2023年的时候 卖掉了400亿的美国国债 那有一些 你知道有很多人很爱吹嘘中国 多了不起的人就会说 啊中国开始卖美国国债 我说它还有美国国债8000亿 就要卖20年 你怎么会认为这是美中冲突 贸易冲突 它只是为了要阻断人民币的外流 那我的问题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您刚才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就是说 中国极有可能 最坏的状况就变成一个停滞 那停滞多少年 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得取决于它政策的取向了 是吧 就是咱们再回到 刚才咱们的这个讨论 就是中国模式这么多年的实行 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高债务 然后过剩的这种经济 那么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从所有制 土地的所有制 土地的合同这方面 另外一个要 不是说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使这个问题 不会变得很严重的话 就应该大量的发展你的私营企业 而这个我们都知道 过去中国三年发生了什么情况 是吧 开始打压私营企业 刚好相反 过去三年实行的政策 是恰恰是跟它所需要实行的政策 是完全相反的 这跟威权体制是完全一致的 对 其实在台湾长进国执政的时刻 它对私营企业也没有那么鼓励 它只允许 small and middle firm small and middle firm 中小企业的很大的原因 它说为了要充分就业 但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这种威权体制的领导者 他们除了那时候 后来的台积电 那时候长进国已经快要往生了 它把台湾的政治开放了 before那个之前 它的想法就是 我不可以让你这个企业 大过我这个国家 我国家还是要控制你这个企业 然后panetrate 就是进入你每一个阶级这样 所以对中国这样的一个 这么强的威权体制来讲 它要放手让私人企业去发展 简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总是根本思想的变化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它在危机时期的时刻 它去打压阿里巴巴 去修理腾讯 然后最后发现不行了 现在才放手 可是它已经使得 大家对于它 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外资对于中国所有企业的投资 都没有了信心 这样对吗 对 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合理 就是在打压阿里巴巴 打压腾讯和打压这个 私人教育这个行业 整个行业就消失了 一夜之间整个 补习也都不见了 就在任何国家都会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但确实是在那个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跟蒋经国当时的 是相似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 它是觉得 它是它的权力的高峰 就是2020年发生的疫情 当时中国采取这种极端的封城 是吧 武汉封城 湖北封城 那确实是用行政的手段 把这个病毒的传播给压制住了 当时中国比较起其他的国家 美国当时出于这种混乱的 这种状况是吧 然后欧洲 德国 意大利 南非 印度 都碰到各种不同程度的问题 因为他们当时不能够 采取中国的这种方式 来去控制这个病毒的这种传播 那当时中国显得是很棒啊 是吧 很多中国的企业家也觉得 我们可以恢复正常了 经济可以恢复正常了 而且全世界也需要 因为全世界都生产都停滞了 中国还可以开动 它这个强大的经济机器 生产全世界所需要的这种产品 实际上当时它打压的 这个政治背景来讲 是它认为这是它的政治的高峰 所以某指引来讲的话 它是主动出击 而不是被动出击 那这个的话就有点 错误的判断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是吧 然后到了2022年 是吧 实行这种非常的严格 更加严格的这种动态清零 这个动态清零的话 把中国的经济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全部给破坏掉了 就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 过去打压的是 反腐是把官员的信心给打击了 然后阿里巴巴和腾讯 还有这个私人教育 是把企业的信心打击了 然后到了2022年 这种动态清零 把老百姓的信息也打垮了 所以你等于 这个经济如果三大部门 都失去了信息呢 它怎么可能会增长呢 是吧 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 习近平 我必须要说了一个国家 他还想依赖国家 那在这个国家里头呢 他必须要有一些人 像您这样 他愿意听的话的人 然后告诉他整个方向 可是以他的strong will 看起来 看起来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看到 上一次开会的时刻 他居然可以把胡锦涛 叫一个人 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这样子 然后最后才说 他失智症又怕金森症 可是他又更正得很快 他后来江泽民走掉的时候 他就用新华社央视 我注意到 不到没有多久 一两个月 他就让他去看了 胡锦涛去看了江泽民的太太 而且让胡锦涛 对着江泽民太太太 蹲下来说话说 您还好吗 某个程度 我就看到 习近平两个性格 一个个性就是 当他在权力高峰的时候 他是目中无人 觉得自己可以独断一切 包括他可以在这么多人面前 对胡锦涛进行这种羞辱 第二个 他骗别人 或是中国的官方 就出来一下 他有Parkings 失智症 所以他才 把他带出去 他在那边闹 可是他又让央视跟新华社恢复了胡锦涛 该有的地位 而且他可以蹲下来 可以讲话 既明失智症 也没有Parkings 我就认为说 习近平这个人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不是像大家想象中 是一个完全不顾一切的一个莽夫 可是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变成这样 但是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进行修正 但是他现在很大的问题是 他没有想到 他想要获得的 根本邓小平定下的规矩 他所突破的第三任期 第三任期 如果严格从总理制的国家来讲 不是大问题 可是他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控制 他让整个习政府里头 几乎没有很能干的财经幕僚 这跟过去不同 那些连刘鹤都出问题 刘鹤都不算最能干的 然后面对40年来最大的危机 我常开玩笑说 他需要五个王岐山 他需要五个朱镕基 他不需要多少个人 他才能够解决他的危机 可是他对那个政治控制的敏感程度 超过他对人才的依赖 或者他认为你是不是人才 Yes 你是人才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被政治控制 这是所有威权体制的领导者 共同的毛病 可是他又面临那么大的一个危机 你觉得他的政治那种控制 加上他所面临的危机 加上他又想让中国崛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很复杂的图像 他有出路吗 其实我作为个人的这种主观的愿望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 我们家是这种红色的后代 是吧 就是从我个人愿望来讲 我也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 出现这种无序的这种状况 是吧 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强大 是吧 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强国 政治上的是一个稳定的国家 但是对政治稳定的话呢 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看法是认为 经济发展了 有外资 有私营企业 有这个创业 经济发展的话 可以带来政治稳定 邓小平就是这个看法 是 没错 他在六四以后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话 就是南巡的讲话 他说 你看六四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如果我们共产党 没有做经济改革 没有发展经济的话 中国现在就是陷入内战 就是说他看问题 看得非常清楚 苏联为什么解体 因为他没有经济发展 苏联没有私营企业发展 所以他才解体了 但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 中国不稳定 是因为你没有 强有力的政治控制 是国安什么什么等等 这些机构不够强大 强人很容易 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 就往后面那个方向去反对 对 就说 我就说即使是 你要维持政治稳定的话 我也希望中国稳定 我不希望中国乱 那么在我看来的话 我更同意邓小平的看法 是吧 而且事实也证明了 邓小平的看法 你看中国从76年 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危机的状况 经济那个样子 是吧 然后文革大革命 十年把这个国家 整个给破坏了 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还能够继续执政 是因为当时搞了经济改革 农村 刚开始在农村 然后在城市 然后后来又对外开放 是吧 完全是改革的红利 使共产党能够有资源 能够有威信 继续执政 而且很多老百姓是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 大学生支持 中产阶级支持 农民在1980年代 虽然学生在那儿游行 农民是非常支持 中国共产党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获得 长治久安的一个途径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说 他必须重新回到 邓小平路线 而邓小平的路线 就是很清楚地 看到问题的最深刻的部分 那一定的 不要相信自己 可以控制这个社会 他控制这个社会的方法 是间接的 不可以是直接的 邓小平非常伟大的地方 就是 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局限性 很多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看他对经济发展的那些论述 比如说他说黑猫白猫 不管是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好猫 他的这个话实际上是非常深刻 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话 但你仔细去想 非常智能 非常智能 另外他实际上是还是很深刻的 他就说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我不告诉你 黑猫好还是白猫好 我不告诉你 你是资本主义好 还是马克思主义好 对 这是太聪明的 跳过原来中国共产党 很僵固的思想的一个 一句非常聪明的话 对 就是说 就是说作为一个 一个独裁者的话 让一个独裁者承认 他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的 这实际上是很难的 邓小平他就说 我不知道黑猫好 还是白猫好 他反正抓住老鼠的话 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判断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 一种思维方式 所以换句话说 中国的未来 其实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跟习近平自己的 意念之间有关 你可以这样说吗 对 我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现在越研究体制 我就发现领导人的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种极权体制底下 你最高层的领导人 是怎么想的话 就会影响你整个这个国家 哪怕台湾这么小的政治经济体 在1984年开始 蒋经国的一念之间 尤其就1986年 台湾组织了反对党 事实上那时候 我是那时候反对党成员 根本那时候没有党名的党 就是开始了 然后1986年 阻挡内科 只有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个人 相对于国民党 蒋经国所拥有的军队 震爆武器 把他抓起来 对 他绝对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容忍 所以施敏德先生 在生前的时候 你们的中国大陆 有一个作家叫野夫 去问了他 他说我不能原谅我的敌人 然后我对很多敌人的看法 怎么怎么 他就讲了一堆 施敏德就很冷静地告诉他 他问施敏德说 你为什么可以做到大合戒 那施敏德就告诉他说 事实上蒋经国那个时刻 他可以选择镇压民进党主党 可是当他决定用容忍的态度 这个时刻 你也接受他的容忍态度 你也组织了这个政党 表示你认同了他这个体制 从此你跟他的关系 就是敌对也好 对立也好的 共一起竞争的政党 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革命的关系 是在一个体制里头开始竞争的关系 那是完全蒋经国的一念之间 他的一念之间 从1973年成立公典院 从1985年时候把张春某找回来 从1987年成立台积电 从1988年他走掉 他的一念之间 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 87年开放党禁 他的一念之间 其实改变了台湾太多事情 因为台积电当时的规模 是台湾从来没有那么大企业的规模 从来没有 那个资金整个国家投进去的 所以这个对以前的蒋家来说 他就相对于那时候蒋正熙 把国营事业整个排卖掉 然后成立私人企业 那他们要跟日本竞争 那蒋经国刚好是不愿意的 那台湾那个时候 很多人台湾人知道 您可能不晓得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赵耀东 他说韩国能 我们为什么不难 他就是说 你一定要成立一个很大的企业 才会有brand 才有品牌 那你才会有Samsung 才会有LG 才会有这种大企业 去跟Sony 跟这些东西竞争 你现在都用靠国营事业 跟这种小中小企业 是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的 那我是讲了长一点点的故事 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东西 其实很多人对习近平的个性 他看起来 他不像一个莽撞的人 可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过度重视政治控制的人 所以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某种影响来讲 你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 也得怪罪于邓小平 就是说当时他搞的经济改革 没有搞政治改革 那当时胡耀邦和赵紫阳 都是要提倡政治改革 如果在八十年代 或者六四那个以后 政治改革继续下去的话 我并不说不会出现习近平 就说即使出现习近平的话 他权力也不会像他那么大 这么集中 那么集中 是吧 因为他毕竟有一个政治改革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这种 权力的这种制衡的这种机构 是吧 他不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至少他是一种比较松动的 有制约的这种专制的国家 如果是有制约的专制的国家的话 那第一领导人 他的权力是要跟别人分享的 要去参考别人的意见 至少要有集体领导 你想刚才咱们谈的这个问题 是吧 阿里巴巴 这个私人教育行业 一夜之间 都没了 就把整个 就是很难想象在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不见了 而且这么重要的一个 多少人就业 然后股票市场的这个价值 就是上万亿的价值 就一夜就被蒸发了 就是说任何一个 即使是一个极权 威权的制度 只要是领导人 还有一定的这种 必须跟别人参考别人的意见 听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意见的话 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事实上我曾经在2008年之后 到上海好几次访问 当时上海有一个黄埔江两岸的 所有创投金融圈的一个构想 那这当时是上海金融的主任 金融局的局长 这个他们称为叫主任 他自己的整个构想 他自己是Joseph Stiglitz的学生 所以他完全知道说 中国该走什么路 他后来也高升了 我不要讲他名字 因为他现在还在位子上 我不要害他 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所有构思出来的 整个中国可以发展的那种 更丰沛的私人的金融活跃度 后来就被盖下来 就是变成那个东西 就是没有完全砍掉 但是也是折腰掉了 对 所以我回来想起问你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对阿里巴巴 对百度这些东西 进行什么课外学习 到现在变成 后来变成打压 所以过来就是 习近平的一面之间 所以外界现在在讨论说 中国过来的经济总体量 人均什么什么 早晚中国人会爬起来 会超越中国 你觉得 太早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就是在 如果用英文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永远是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 是很大 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的话 中国曾经是科技的强国 GDP的话 也是占全球的比例 是相当高的一个位置 曾经是三分之一 对 曾经是三分之一 是吧 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 中国以前没有达到 一个比较强大的这种位置 是吧 中国是达到了这个 但是 所以我这本书里 也研究了历史 在中国科技历史上 最发达的时候 恰恰是中国 政治体制最多元化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意识形态 不仅仅是有辱学 还有道学 还有佛学 还有法家等等 其他的思想意识形态 跟辱学进行这种竞争 是吧 那从这个 从这个国家的设置上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的 这种态势的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中国如果是经济上 因为你人口跟你 你GDP占全球的比例 应该跟你 应该超过你 人口占全球的这种比例 才证明你这些经济模式 是成功的 是吧 因为你人均的生产 要超过你全球的平均的这种 那如果中国赶超美国的话 那是有可能的 但你必须实行正确的经济轨道 和经济政策 而这些经济轨道和政治方面 我们再加上 还有外交和这个外交方面 就必须得有一个包容性的 必须是依赖于私营企业的 必须是有契约精神的 必须是有法治的 法治 才有可能 下一个问题是 他会不会太迟了 因为川普快要上台了 他对中国的开战 而且中国已经成了 美国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个敌人 然后其实川普跟他竞选 在共产党内的黑理 他就说 如果我上台 我就中断对中国的贸易 当然我觉得他讲这句话 是没有经济学的尝试了 那也就是一个很哗众俱宠的政客 就是不幸美国 现在都是这种政治人物 但是这种政治人物的 不幸不断地出现 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流 所以中国今天想要 在有更好的一些制度上的改革 我想顶多是领导者搞清楚 两边都是核子大国 不要打仗 这个很容易达成平衡 可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 经济战 科技战 就这都会停的 不管是民主党 共和党 然后川普在上台 他更凶 他摆明了他对你中国 所有的产品都克征 15%以上的关税 那中国又面临出口更糟 然后他自己还面临 各种不同的问题 他的灵状 他的一念之间 他用什么方向去解决 因为通常一个人 他在那个时刻 他开放的理由 像Glasnost 像Gorbašev 他开放的理由是不得已 因为破产了 所以他必须希望的援助 所以这是一种 可是证明这种开放的结果 就是最后导致 Sovic Union整个都垮掉 所以很多 只要是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就不会去走Glasnost 就是Gorbašev 当时政治改革的路 那你在这个时刻 面临危机的时候 往往是领导者 最没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你的一念之间 往往是 如果你没有深刻的想法 像邓小平当年 面对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往更深刻的去走 他虽然镇压了天安门事件 可是他往更深刻去走 那有的时刻 一个强人 他面对这个时刻的时候 他的强大跟他的镇压 实际上是他个人 非常大的脆弱 那习近平本身 会不会是一个 他过去的历练 我不好意思直接讲 我没有看出 他有什么太出色的政绩国 对我们对他过去 这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他后来做到很多的这种政策的 做的这些决策的话 也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我想包括他的前任 可能也没有充分预见到 预见到他这 但就是说 回到刚才美国选举的这个 我觉得共和党的话 对中国是更加强硬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民主党的话呢 他在有些问题上 他是非常急于 跟中国合作的 比如全球变暖 还有公共卫生这方面 那共和党 根本不承认全球变暖 他也不承认这些 就是这个 跟中国合作的这种必要性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川普来了 您刚刚所想的 中国的改革 会不会too late 太晚了 对所以我就说 我刚才也表达这个观点 我现在就是把它具体化的 表达一下 就是说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就是时间已经 一直在消失当中 对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中国应该利用 这段时间 就是川普还没上台前 对 就是说去年的这个习拜会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是 而且双方达成了一定的这种 互相共识是吧 要军事方面要保持对话 另外就是在这个内阁的层面上 要继续进行这种沟通是吧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双方的做出的努力 从拜登那边来讲的话 因为我住在华盛顿 所以我还稍微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他们是非常希望 跟中国的关系 是一种正常的关系 不是像恢复到以前 不可能恢复到以前 那么友好的关系 那至少让这个关系 变得可有预见性 是吧 因为美国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 它这个中东是吧 然后还有乌克兰是吧 这个北韩和南韩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它是非常不希望 在这段时间台海又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这些发展 所以它是需要避免这些风险 另外它也确实希望 跟中国在气候变暖 在其他方面要展开合作 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的话 解决气候变暖这是不可能的 共和党是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的 共和党现在 就开战 不是战争 是说贸易战什么 就是一直打下去 我觉得共和党 你看它现在的这种思路 它认为我们不应该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 它也不支持台湾 因为俄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是我们的敌人 是 而它在这个方面的话 很可能它在台海问题上 它会采取一些 非常非常不理智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它会主动承认台湾独立 这不可能 就是它可能会做出这种 这不可能 表现 相当多的共和党人 已经做出这种 中议员可能 但是我是说白宫的这些 这些人不太可能 但现在问题是 我们都是用常理去推测特朗普 特朗普不是一个 特朗普 特朗普 他已经公开讲 您可能没注意到 他说 你们台湾 晶片九成都在你们那里 他讲成熟式晶片 可是他们不会把话讲那么清楚 他就说所有的chips九成 90%都在你台湾 所以中共打你 我是不会保护你的 他的态度 基本上他还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 我回来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在 Wildrow Wilson Center 这是基金集生前成立的智库 然后他去年是突然往生 其实他在七八月段 还见了很多人 还访问很多人 也谈了很多人 他一百岁生日大巴 过半天 他还跟你们的 你那时候很熟的 Brookings Institute 还跟他们开了一个conference 你们里头的一些人 就还给我看了照片 然后他也跟好几个conference 发表了演讲 他在生前 他对未来的美中关系 他当然是大行家 他的看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去跟踪他的看法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 已经不是基金格当国务卿的时候的中美关系的状况 就是我可能对他的观点 不是像其他的人那么去重视 就是说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中美关系的话 因为当时这种地缘政治啊 苏联啊等等 这些都已经是 不是 现在完全不是那时候那种状况 好 那我想请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当然本来想要问说 印度会不会绝起 这都too early 就太早就讨论这个问题 那你也提到讲说 It depends It depends 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It depends 川普的一念之间 我们称川普了 川普 川普的一念之间 就是All depends 然后美国的system 也挡不住川普 Even他有一大堆step 他说 你绝对不可以引发 美中两大核子武器国家的战争 那就所以It depends 你可不可以说 我们未来 在这块地方 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后它变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对 就是说 这个It depends的话呢 确实是真是It depends 因为我倒是没有 我是谨慎的乐观 第一我谨慎的乐观 我认为拜登还会连任 我不认为川普肯定是板上钉钉 肯定就会赢2024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拜登继续连任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因为它是愿意跟中国合作的 而且中美之间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它实际上拜登它起步有点晚 它应该刚就任的时候 就开始跟中国修补这些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着 过去两年确实是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那如果它连任的话 还会继续这个轨道进行下去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你从最近中国的政府的一些政策调整上来看的话 我倒是看出一些初步的迹象 中国政府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发展了 就是过去那种把这个国家安全提高到 那么高度的这种 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 是吧 牺牲经济 你看这清零 动态清零就是完全牺牲经济 是吧 这个像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调整了 只要中国政府是重视经济发展 重视GDP发展的话 就必须要求它去开放 必须要求它善待民营企业 必须要求 目前它好像也在修正 我觉得它在修正 但它可能是比较 比起去年的它 就是比起去年的它 对 它可能步子可能比较谨慎 不是那么大幅度的修正 可能有些修正的措施 不足以引起真正的经济方面的反应 是吧 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从习败高峰会议以后 你看现在对这种战狼的这种 也是开始控制一些这些言论了 是吧 我觉得谨慎的乐观的话 我觉得你要从中国过去历史上来看的话 当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缓和的这种调整的话 它的国内的政策也会有一定的调整 比如说毛泽东的时代 是吧 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那时候文革嘛 然后基金格尼克松访华以后 它开始就把文革要降温 是吧 所以我倒是觉得 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乐观的这种估计的 就是说如果今年 如果能够把这个私营企业的这种政策 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这种区位 是吧 然后经济恢复一定的这种增长 您做个我们做几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说您希望他抓住 美国2024大选之前 这是他的golden timing 而且这可能是他最后最重要的机会 因为他没有办法堵拜登还是川普当选 太接近了 那几个摇摆周的时候 看起来拜登当选的几率比较小 川普当选几率比较高 但也从川普在最近的初选中看出来 川普不是没有危机 很可能反对他当选的人 就跑去投票给拜登这样子 所以we don't know what is the answer 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答案 2024年是美国谁当选 那中国不可以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堵在 比如说是拜登当选 他必须把他的经济跟政治前途 必须在这一年里头 赶快地进行更大幅度的 从土地所有制 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 他把这个拉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就尽速地进行一连串的改革 然后让整个现在地方财政的恶化问题 可能打个三年四年左右 然后慢慢地把它被解决掉 然后再用这种方式 如果拜登当选他的方案是什么 如果他的川普当选的话 他的方案是什么 他必须抓住这2024年这一整年 在明年1月20号有一个人就任之前 他必须把这个时间赶快抓紧 他这个时间如果一直在流失 像流沙一样 他流失掉 中国机会是可能被流失掉的 对 对对对对